你好 今天来讲一个网友发来的邮件 这个邮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争议 但是大家听听 也听听我的理解 也看看大家的观点 他是这么说的 洪哥您好 这封邮件我尝试写过三次 我这个事情也许值得分享 至少有警示作用 所以还是想发给你 并且想听听你和网友的建议 那么他的标题叫 既像是性侵又像是婚外情 所以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题 男主人公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50岁 老家是法国人 他有家庭有两个儿子 我现在33岁 当时32 是在意大利读的博士 现在在美国 化名就称他为斯蒂文吧 疫情期间 我接到录取 线上入学 并且参与研究 导师很耐心 我的研究计划 有一个中国的企业赞助 导师不需要给我支付工资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类似于自费读博士 我选他做导师 是因为我是他的硕士生 当时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 同时同班的另一个女生也向我推荐他 我在2022年到了意大利 他见到我非常开心 我们开始每周见一次面 当年6月我们去外地出差 当时他突然隐晦的提出要和我发生关系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真的 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 本人恋爱经验也很少 我当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只是 所以我只是下意识的说 我要回去休息了 后来我们在办公室见面 他说他认为做了不好的事情 因为喝酒了 我说我都忘了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他是知道自己向我暗示了性关系 并且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这件事情我后来和一个亲戚讲过 那位亲戚跟我说还是要远离这种人 那么之后 斯利文邀请我做他的授课助理 这一类的工作 我都拒绝了 因为想避免减少和他的接触 每周见面 我也降低到每个月一次 或者两周一次见面 那么时间来到2023年的9月 当时中国的公司邀请我们去中国出差 他很开心 叫上了另外一个教授一同前往 在中国期间 他想发生关系 我拒绝了 但是他亲我抱我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顾虑他会影响我的博士毕业 他曾经说过 我的论文出稿不符合要求 让我延期毕业 那么回到意大利以后 他想办法让我跟他频繁见面 我当时在实习 但是也要尽力去 他又提出我延期毕业的想法 也两次提出想跟我发生关系 我不想延期 问过他 他说每天要工作8小时以上 在论文上面 是可能会按时毕业的 我说好的 我就一直在改论文 但是他还是提交了延期申请 我同意了延期 我应该是在当年11月毕业 他在9月底提出了延期 括号 实际情况是我在当年12月初达边 并且在1月份毕业 其实这个延期并不是很必要的 我当时就是因为很害怕 因为害怕延期一年 也有可能会延期好几年 同时我们的项目要结束了 就没有资助 我就没有钱了 这样的话 全日制的博士就会变成兼职博士 含金亮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想了想 于是我找了一天跟他见面 我说 斯蒂文 我还是喜欢你的 敬佩你 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态度 你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呢 他说 我比你大十多岁 就像我的导师 跟我的年龄差一样 我有家庭 我的损失比你更大 我当时以为他不想 就说 那好吧 我本来想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说 我从高中开始 就不相信爱情了 我的婚姻 也是我老婆向我求婚的 我当时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样讲 后来他开车 送我回家 在车上 他突然握着我的手 说 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过了两天 我们就发生了第一次关系 当天晚上 他就第一次创立共享文档 开始修改我的论文 我当时很后悔 因为他的性能力很差 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 我也觉得好像自己做了小三 良心上过不去 我也不想继续了 但是他又邀请我去法国几天 说回来会改论文 我又不得不同意 在法国期间没有发生关系 因为我在胜利期 但是回来以后又发生了一次 当年11月 我的论文已经改的差不多了 他提出发生关系 我又同意了两次 但是每次他都是当面说的 我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12月初我第一次答辩 答辩结束之后 我就马上回了中国 一来我是要参加一个会议 二来我觉得自己很恶心 不想再继续了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其实我可以用这个项目的事情 压制他 让他按规定时间让我毕业 没必要这样做 在转过来年的1月份 再见面的时候 我就不愿意再发生任何关系了 但是他说 我还有最后一次的答辩 我也就只能同意了 这最后一次 随后我将他拉黑 我给他的理由是我要工作 我要找工作 我不喜欢这种关系 他却说 我想给你一个儿子 他后来用手机号 用其他的手机号和邮箱联系我 我都没有太多回应 直到4月份 有一个中国的合作出现了 当时的负责项目 是一个中国女生 暂且叫Winnie吧 我突然意识到 他和Winnie联系很频繁 他也许会用这样的方式 侵犯更多的人 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 威胁他不要合作 如果合作也必须带着我 但是我不要钱 不然我就会让你有损失 我说我有录像录音 但其实我是没有的 他马上要求跟我见面 我们见面以后 他就问我要录音和录像 我说我没有 他说他有癌症 过了两分钟 又说是吓我的 后来我们就不欢而散 没有谈下去 他说我的博士 是有9个教授审核同意的 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 又问我打算怎么做 告诉他老婆吗 我说我不会做任何事情 但是不要跟中国那边合作 他说他不会跟温妮合作 也不会跟我合作 我当天晚上心软了 我觉得他毕竟是我的导师 我发消息问他 我们的关系能不能回到师生关系 第二天他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 让我留在学术领域 并且可以随时到办公室去找他 我相信了他的话 同时我当时确实有事情需要他帮忙 找过他 后来他还邀请我参加过一个课程 以及还有一些小型的会议 又过了几天 他说有一个大学教职的工作 可以让我去申请 这些东西我都相信了 也都参加了 我们的关系也慢慢的开始亲密起来 我甚至给他发过 I want to kiss you 就是我想要亲亲你 因为我特别想要这个教职的工作 我曾经在他的办公室亲过他 但是他也在别的地方亲过我好多次 也曾经暗示 也曾经暗示好几次要发生关系 在一次会议的酒会上 我喝了点酒 他在一个角落亲我 并且要跟我发生关系 我拒绝了 六月份的时候 他要与这个教职工作的评审人员 参加一个庆祝会 并且还跟我讲了一些里面的细节过程 我感觉他很有信心 就是帮助我找这个教职工作 六月底 他还跟我分享了他看球的事情 在他的办公室 他又想发生关系 我说not today 今天不行 他就把他的手指伸入了我的下体 我叫停以后就离开了 次日我提出见面想谈谈 他坚持在办公室谈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 他也许可能有录音录像 我说在外面谈 他开车送我回家 我问起之前的一些事情 甚至我还问了 八月份要不要见面之类的蠢话 因为我担心这会影响我的工作 但是他说八月份不能见了 而且也不会再跟我继续合作 我曾经问他 你怎么看待我 他说以前把我当炮友 后来就很复杂 七月初教职的事情有结果了 我是最后一名 没有进面试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这个工作是电信类的 不是我的专业 压根就不可能 后来我回到中国 想来想去 认为这是一个圈套 他其实与中国的那位联系人 中国的女生温妮一直有联系 他想与中国合作 但是不想让我耽误他的合作 于是他就用一个假的工作安抚我 并且发邮件 让我假期不要打扰他 我的博士学历 因为疫情期间的一个缺席证明 找到他 希望他给我开 这个证明 他又拒绝沟通 那么同时这件事情呢 影响了当时有一个阶段 我要回国 我的家人呢 父亲受伤 这个做了一个大手术啊 对我的家人打击也很大 那么8月份呢 我看到他和Vinny 在线时间非常接近 联系很频繁 我能看到他们在 WhatsApp的 WhatsApp的在线时间很接近 就是聊天软件啊 9月份 斯蒂文突然转发了一个邮件给我 问我认不认识邮件中的这个人 他不想跟Vinny的组织 有任何联系 我当时已经经历了一个暑假的猜测和怀疑 于是我就说 我知道你和他们还有联系 也和这位中国女生有频繁的这个联系啊 会有合作 但是在中国这种涉及的事情是要公示的 尤其在大学里面是要公示的一些信息 呃 所以呢 我要保护其他的女孩 这里面啊 他提到一些专业的啊 咱们先先说完啊 他说 我与他的私人关系更近啊 除了上一次我想要的关系不是他能给的以外 我说你指的私人关系是我为了毕业跟你睡觉吗 上次的关系是你在办公室想发生关系 我没有同意吗 他就不回复了 我也曾经咨询过当地的律师 有的认为这是婚外情不是性侵 因为我同意过好多次 而且我也曾经有过主动的话语 有的认为这是性侵 因为他的权力很高 而且是绝对的权力 也有的认为这是强奸 因为他把手指啊 这个放入 伸进我的下体 我现在心里非常痛苦 在于我认为我的博士是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我想告诉学校这件事 学校是应该 学校不会撤销我的博士学位 可能会调查他 但是我没有证据 没有照片 没有生物学的证据 而他可能有我诱惑他的录像 他就在他的 就在他说给我介绍工作以后 我确实有过主动的行为 学校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婚外情 或者一种感情上的报复 但是我想说的理由是 只有我说出来 才能证明我跟他是没有感情的 我当初是被迫的 而且如果我身边的朋友遇到这种事 我也会恨那个没有站出来警惕大家的人 我说出来以后 可能会影响他不给我开推荐信等等 其他的工作申请 扩散出去以后 也可能会让我找工作有点难 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因为他是终身制教职 学校可能不会辞退他 甚至也许不会有任何处罚 但是我认为 只要我说出去了 我就是胜利者 洪哥 你觉得他这是一种圈套吗 我是不是被相信的人给骗了 这是他发的邮件 那么我也跟他沟通了两次 问了问他一些其他的情况 那么我相信听完我讲他来信的网友 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我先说说 首先他这里面可能会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不完美的受害者 这个我相信会有人有这种感觉 我先替大家回答 可能有人会说 这是一个坏女人 一个老女 为了目的 主动现身也好 或者说认同这种交易 认同这种不道德的交易 你认同了 而且已经有好几次这种行为 所以你认同这种事 你现在感觉自己受伤害了 或者说说不好听的白嫖了 现在有这种说法 那么你当年当时认同这种交易了 你现在觉得好像吃亏了 或者说没得到什么好处 包括你可能会觉得 这位女士 这位来信者 她可能出于忌妒 或者说吃醋 因为她发现 这个斯蒂文又和这个温妮 在频繁的联系 像是热恋当中的那种交流一样 这种亲密的联系 不像是谈合作的 可能有人会说 这是一种吃醋 所以产生的感情报复 那么也有可能 有大家会觉得 这是这位女士主动提出的 这种可能会有导师 她会一口咬定 如果说说出来的话 也有人导师 她会自己自辩 说她主动的跟我交换 听起来 而且重复很多次 给人感觉 可能是有点不自重 像有的人说 这就属于不自重 等等 我相信会有这种评论 另外一个 她这里面提到一些 他们专业的事情 我不大了解 但是可能会里面有 比如跟中国的合作项目 很重要 或者说未来有哪些经济利益 可能这位当事人 觉得这件事情也挺重要 但是看起来 也没得到未来的这块好处 所以从感情来讲 从各种利益来讲 各种影响来讲 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那么我要报复 可能会有人有这种理解 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 那么我也说说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第一个 不完美的受害者 确实有这种现象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这属于性侵 我觉得这就属于性侵 因为在这位导师 跟他第一次提出来 暗示他进行这种发生关系 这种事情 这种关系 这种事情其实在美国来说 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但是性骚扰也是属于性侵的一种类型 属于性侵这个概念里面的事 那么美国因为这种性侵 各个州的法律定义不一样 基本上大家认同的 就是在工作场所 由于有些人 有强力的这种权力和强权 他可以提出 例如对受害者造成的 令人反感的和不利的 未来的这种焦虑 比如说给你降职 给你解职 给你辞职 那么对你未来的升迁 毕业等等 我有决定权 用这些话语来暗示你发生关系 这都叫性骚扰 也属于性侵 这是属于性侵的 那么我是觉得 这是属于性侵 那么这里面 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证据 他手头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他的胜率就可能不会高 就对这位当事人来说 他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你得咨询 比如说意大利也好 或者欧洲也好 他当立国啊 就当立国的这个法律 是怎么规定的 到底你现在胜算有多大 反正我觉得是有 是属于性侵啊 包括后来 他一次一次的同意 他一次一次同意 也是因为 他基于对未来 毕业这件事情 导师给予我的这种威胁 和这种 这种示意啊 这种东西是来自于 他不可抗力的这种威胁 所以只得 交出自己的身体 进行交换 这是属于性侵的 这个原则的啊 这是属于性侵的 这个级别的啊 所以呢我认定他是性侵啊 因为呢 在对这种事情的理解当中啊 很多人对这个女性受害者呢 往往是压力比较大啊 为什么说压力比较大呢 就是有的时候他被逼无奈 你就会觉得你可以自重啊 你可以走开啊 你可以不理他呀 你可以在这个 他给你各种各样的暗示的过程当中 不回应他呀 甚至你当时就可以报警啊等等 其实往往性侵的人 他成功的原因就是 他用各种各样的 也许是同样的手段和脚本 剧本来诱惑这位受害者 这也属于性侵 所以往往在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对女性的这种抨击啊 批判会比较多 才会造成性侵者肆无忌惮 比如说这位网友他遇到事情 我想想了又想 他如果在当时就拒绝 no 不可能 我不会跟你发生关系 我不同意 甚至他当时就暴行的话 他如果非常坚决的话 那个教授可能会退回来 那个导师可能会退回来 哦我说错了啊 不好意思 你看第一次 他可能说 哎呀我这个喝酒了啊 这个这个我都忘了 说了不好 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 可能对方这属于色大点小吧 哎他试探一下 不行就回来了 但是这位网友不给我来信 可能下一个女孩就是他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对这些前科累累的惯犯啊 一直有这种这个没完没了的 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呢 他们其实往往会给当事人一种错觉 就是我爱上你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诱骗 这就是一种性侵 这就是一种他说的来信人说的是圈套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就尽量的吧 也不要对来信这位网友有更多的抨击啊 因为我看完之后呢 我知道这种事情呢 一定会有这样的啊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第二 我说他的证据 他的胜率不高 还有就是舆论给他的压力啊 那么我觉得第三一个呢 他这件事情如果想去告发的话 我是支持和鼓励他 我给他回邮件也是鼓励他去告发的啊 但是他这告发呢 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可能性 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能能能告下来 不一定能告下来 但是他有一个办法 me too 就是呢 你要找到关联的受害者 这个办法是可以尝试的 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并不一定 这位导师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但是你能找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有同样经历的 同样这种当时也许认为自己坠入爱河的 后来这几个女生一对 哦 这导师当时也跟我这么说的呀 他也跟我这么说的呀 咱一样啊 这并暗在一块儿 这个me too就成了 所以呢 要利用这种舆论压力啊 和受害者的这种关联性 你才能给他定义 如果说你自己去告的话呢 很有可能啊 就是人家认为你是婚外情 你你情我愿的 对吧 你当时爱上他了 追逐爱河了 然后你们好来好去 后来你们就分手了 这婚外情也就是个丑闻吧 这能算啥 但是如果你把三四个女生 都有这种事情的拽过来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性侵 本身他这件事也是性侵 所以呢 这个能不能通过me too的办法 me too呢 是美国当时啊 对那个好莱坞的一个制片人 对他的一个行为 很多人站出来 当时也是 所以性侵有很大的隐蔽性 在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用花言巧语也好 用各种未来的好处也好 威逼利诱 各种手段都用 把你拿下 玩一段时间 咱们就拜拜 我再朝下一个下手 但是每一个当事人可能都认为 当时我傻傻的啊 我 我这个这个 我不应该那么天真 好傻好天真啊 都觉得自己 是是一个爱情失败的经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这就是一个性侵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那么 呃 我觉得可以用me too这种方式啊 你要找到关键的其他的这种受害者 但是很难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站出来说 就是因为还有我要说的下面一个问题 就这件事情啊 其实呢 杀敌一千次死五百也是可能的啊 就对你本人其实影响会更大 呃 所以呢 很多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决定啊 因为有的时候吧 这种性侵的事件也好 这种当事人也好 你如果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某一个行业里面 有可能同行业的同领域的公司 不敢再雇佣你 我们知道你是受害者 但是他你到我们这行业来 我们听说过 你在欧洲那所大学啊 在这个领域当中 那个导师跟你发生过这个事 然后呢满城风雨 行业内近人皆知 那么我们可能不大会录用你啊 呃 这是一种委婉的抗拒啊 委婉的这种 这个不想跟这件事情扯上联系 毕竟怎么说 你也是一个丑闻女主角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呃 这位网友说对我本人呢 可能影响不大呀 或者说对今后啊 怎么怎么样 你想的有点轻啊 这件事 你一旦要是告发的话 必须要弄得满城风雨 你必须要把其他的关联人叫出来 因为你没有把握把其他的关联人找出来的话 你站在公众面前就是一个坏女人 很有可能大家这种错觉 就是一个坏女人 你看人家有家有业的 你知三当三啊 他给你暗示 他给你暗示你就上啊 你可以不上吗 你怎么那么不自爱不自重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呢 这种事情你必须找到关联的病案人出来 也愿意勇敢的站出来 当然呢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这难度很大 这难度非常大啊 呃 也有这个 就比如说你自己把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 然后用这种舆论鼓励那些藏在默默藏在墙角的受害人 也终于敢于站起来和你一起战斗啊 所以呢 也取决于你自己的这种这种决心吧 但是很难啊 这真的我知道是非常难的 对于你本人的未来 我相信如果真是去告发的话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这也是信心呢 到现在为止 各种层出不决的事情呢 很多就是因为受害者 处于自尊 处于自己的害羞啊 包括对具体案情细节 当庭的这种回忆 其实是反复的接伤疤的这种伤害啊 呃 反正我的态度呢 就是 您要是去的话呢 我觉得告发就必须找到关联人啊 或者说呢 必须要把这事情要 怎么说呢 要搞的声势和舆论要大一些 这样的话呢 才能鼓励那些 不敢说话的人出来跟你并肩战斗 这才有效果 否则你自己去打官司 你又没有这种证据啊 这真的是很难 而且呢 为什么 这个这个你从开始没有准备这些证据呢 我相信就是因为圈套啊 你就觉得 哎呀 他是不是对我好啊 是不是有好处啊 他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 怎么怎么样 可能会有这种幻想 所以呢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处心几率的 做到 对待一个色狼 一个臭流氓的手段 去准备证据啊 去保留证据 就可能没有这个东西啊 没有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取决于 您自己啊 但是呢 这种事情啊 你看 这个这个谁呢 我觉得像以前 刘强东那件事 刘强东那件事情呢 当时他就是刑事阶段啊 刑事案件啊 刑事没立案 检察官呢 周检察官呢 不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有很多证据啊 画面呢 包括电梯里的 那个女性当事人 掺着这个刘强东啊 落上落下 走来走去 回房间什么的 所以呢 刑事没立案 但是后来呢 被害者呢 这个以民事的这个角度呢 申请诉讼 民事啊 申请赔偿 这个后来成了 但是后来呢 就停了私下和解了 私下和解呢 大家猜吧 就说给了一个 天价的赔偿金啊 这个东西呢 呃 有它的一种特殊性 所以我觉得您要咨询一下 法律啊 和律师 你到底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啊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哪个目的对你最好 但是 我是觉得 呃 你有一句话 让我真的是挺 我觉得是挺 我挺支持你的啊 就是说 我认为 我只要说出去了 我就是胜利者了 这个精神 我非常赞赏 但是咱们还是要用理性的手段 考虑这件事情的 呃 到底成功率 胜率有多大 如果真的是 要去干 那就必须往大里干啊 你小打小闹的 那你就淹在里头了 而且呢 你就背着一个特别不好的名声啊 这对你的影响很大 你还不还要要要折腾的话 就得往大里折腾 因为呢 这种性心是以被胁迫 以职权权位交换 学术毕业交换成功等等这些事情呢 来威胁你 而且我相信这个这个老流氓呢 他应该也是有一定的经验的啊 你包括他说了一句话啊 这件事情得九个教授啊 共同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怎样怎样 他说这话呢 可能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法律规避风险的说法啊 他用这种说法呢 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跟我睡了 我就同意啊 我就能成 这不是交换啊 那九个教授决定你的博士啊 所以呢 咱们这就是私下里的婚外庭 他有点这种往这扯啊 所以呢 我觉得您还是要咨询律师 再有一个呢 你这件事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目的 保护好自己 也 当然是需要社会责任啊 需要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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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义啊 但是 真的你这这件事情能做完 能不能成功到到哪个阶段 哪一步 嗯 要慎重啊 这是呃我的理解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啊 请大家呢 点赞订阅 同时呢 看看大家啊 有什么样的观点 当然我觉得这跟当地国的法律啊 可能有严格的 这个这个理解 美国各个州 都对这种案子判的都不一样啊 你说他有一个动作 他那个动作就是强奸啊 在在美国就是强奸 这是毫无疑问啊 呃 但是这个根据各个国家法律不同吧 所以呢 律师也给您一些建议 再给您自己好好想想 如果还有什么嗯 事情呢 再来新 今天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